大家好,我是Able 計時標有很多不同用途 有一個很年輕的碗標品牌叫Singer Reimagine 在2017年成立 在2018年的時候 他們已經取得了日內瓦中標大賞的最佳計時標獎 他們的特色是將計時的部分放正在標面的正中央 而時間的顯示反而要讓路到標面的外圍 他們在獲掌機心的基礎上 開發了一個簡單版 這個表面上看來只有時間顯示的機心 原來是暗藏原機的 中央秒針可以作為一分鐘的計時之用 以及有非反的功能 只要我們按兩點鐘位置的按鈕 秒針就會馬上歸零 以及重新去起動計時 去年已經出了三個不同的版本 有計算平均速度的Technometer 又利用光和聲音不同的速度計算距離的Technometer 還有計算心跳的Pulsometer 這次為咖啡的愛好者 帶來了一個新版本 叫Singer Firetrack Barista Addition Barista是咖啡師的意思 原來充不同濃度的咖啡 都可以在一分鐘之內完成 於是表面上有分別代表最濃的 Restretto 其次的Expresso 和Longo 還有最淡口的Americano 只要按這四個不同的時段 加上磨好的咖啡豆 適量的熱水 以及衝製咖啡的工具 我們就可以獲得一杯非常完美的咖啡 那個碗表黑色的陶瓷外圈 是每12個小時轉一圈的 配合6點的橙色時錶 就用來指示時間 同樣是橙色的劍形分針 就是指示分針 機芯是手動上鏈的 一看就知道是高級的貨 有314個零件 是可以提供55小時的動力儲備的 雖然這隻錶玩東西多於實用 但無可否認是很有創作誠意的 但是你們在那個碗表面 去開啟動 我們應該知道 也可以進行的 我覺得要做成功的 是很重要的 我們可以進行的